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排便习惯,最常见的就是一天排便一次,也有人两三天排便一次,长久以来就会形成排便习惯,偶尔出现腹泻或者便秘,也不会有太大问题。 最需要注意的是以下这些问题,一旦出现,最好及时就整,排便习惯的改变,这是大肠癌最常见的表现,若是之前都保持住排便规律,但最近出现频繁的腹泻或便秘,这种就较有意义的排便习惯的改变。 血便,很多人出现血便时都以为是痔疮造成的,不当回事,然而有时候血便却是大肠癌的信号,不能忽视便秘与腹泻交替。 如果病变在靠近肛门的位置,那么肠导就会变得狭窄,会导致便秘,同样也会导致肠道功能紊乱,引起腹泻,这样就会使机体出现腹泻于便秘交替的症状。 持续腹泻,若是因为大肠癌导致的腹泻,常常水性粪便中还混杂住血液,排便后会有粪便残留的感觉,同时腹泻于便秘交替,反复发生,粪便系,排便不进,肿瘤一旦变大,就会影响粪便的排出,使之便系,也会有排便不进的感觉,因此,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习惯,如果出现上述症状,请及时就医。 请不去 lots&带在哪里,请不继续拍拨进去,请不继续拍声,并不闦合汗轻的继续 nãoal了!